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力推股份制改造 让员工变成企业的主人 他提出了产业报国 要打造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 我最后的目标还是希望联想能做一个两年老店 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 如今 他又要力推企业整体上市 他就是联想教父柳传志 柳传志希望联想能真的做成一个百年老店 能够成为一个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 你想做一个百年老店 实际不容易就在这儿 你看诺基亚那么个潘大物 轰然倒大 好多好多老店不用去的 但是我们如果在多个行业里面 都有领先企业的话 我们就有一个调整的预定 我真是为我们百年老店进发 大家认可得不得 然后呢 希望一个做在世界上有国际影响力的一个投资公司 国际影响力什么呢 也就是跟头一句话有关系 在中国拿得出去 说外国人能怎么怎么样 你说现在雷诺沃做得不错 但是你在美国大街上 你找十个真正的纯中美国人 别找中国人 你问他知道雷诺沃的有几个 有个两三个就不错 这个三四个 三个 因为最近我们那个东西已经到了美国的这个超市 到了大边的这个领域里边去买 会多一点 但是呢 你和三星比啊 和什么这些个进入美国公司比 你跟日本的这个索尼比还是差得很远 中国应该有这样的公司 你在国外就是较的钱 所以周总您看 咱们的这个公司的这个愿景 您觉得目前咱们已经实现了 做到了哪条 还有哪几条是没有做到 或者是更难做到的 值得信赖 受人尊重在中国局部做到了值得信赖 受人尊重在中国局部做到了值得信赖 那我们希望的是能够在国际里面 或者是三个以上算多个 最起码这个也还有欠缺 国际影响力呢 就是 北洋集团有一定的影响力 真的 我们心目中说 一说出来是中国公司 中期目标现在实现 实现完以后我估计 就在这个实现中期目标前后 我们就会制定出第二个中期目标 那大概比如五年或者 我大概五年一个吧 那就是在2020年前后 到那个时候呢 就应该体现出来 在这个 比如两三个行业里面 已经看得出来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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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态势 在这个时候 比如我们可能是不是能 制作一个更内存 我最后的目标还是希望 连想能做一个百年老店 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 柳传志观察中外企业失败和成功的案例 提出了一个目标 要做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 这个概念中有两个家族 后一个家族就是指要做有主人的企业 企业家不仅在打工 还要把这个企业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做 为企业的长远目标负责 前一个家族则指的是家族企业的弊病 比如用人时任人为亲的倾向 把家族利益凌驾于企业利益之上 这对企业发展不利 需要被排除掉 所以目标是没有家族 因为你像那个真的能够长期存下去的这个公司 它本身还是很有内涵 它就不是一代人 它连续几代人 而几代人的努力 这个什么公司最容易做到呢 就是家族企业 它这个家族一代方 它当时的家族的事业 而像我们家的公司就不是家族企业 但是我们要把它像家族企业那样有事业心 这个就叫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 而这个能不能做到 主要要靠机制 文化来形成 这个我也没把握 当你把目标想清楚 你说我要想做到长远的百年闹店 我应该怎么办 这个管理层应该有股份 有这个机制 光这够吗 下来就买来卖去 这东西也不行了 今天你看那会补 好几个美国公司都是吃了这个亏 就是完全没有大股东 就是完全认识它在漂流 所以一定要有个真山之宝 那么我们正好有这块东西 而且这些员工呢 这个也知道 连想未来的发展肯定是好的 所以有一部分员工 有条件的出手了11% 有了24% 那说到这儿有一个小问题了 这点呢 以前没有人太多注意 我将来希望未来若干年以后 这块东西显现出来的时候 咱再说 摆大腕就提前吧 联想的企业文化中 企业利益被摆在第一位 柳传志说 对公司高层子女 不管有多优秀 坚决不让他们进公司 柳传志先生育有一子一女 女儿柳青 美国哈佛大学硕士 高盛亚洲集团执行董事 儿子柳林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独立操作投资业务 都非常优秀 却没有进入联想工作 我也了解到说您的这个女儿和儿子都是非常优秀 她们应该是我的同龄人 您的儿子也非常优秀 没有依靠您在自己的国外有很好的学历背景 然后自己有很好的职业 在我们看来这都是很谦虚仅限 在我们看来这都是人才呀 这样的人才没到联想 您不觉得或许也多多少少有一些令人惋惜吗 我觉得这条路很正确 归系儿子在选大学专业的时候 选了计算机 您这样选计算机到国外念完了 而且我还希望他们回来 回来又不让进联想 但是跟联想相关的东西太多了 你逼得他有点无所侍从 后来又不得不改行 多怪您 这个呢他有点 但是对联想本身的发展 我觉得就一定是正确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一个企业里边有几件事呢 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比如说规则不定则 定下就要以事成任 而在这里边如果 不仅是我要的子女要进来 那就是高官的子女们都可以进来 因为跟我一起创业的老同事 孩子们学电脑不多很多 都进到公司来了以后呢 你说真的 这个比如有了什么 这个比如 犯了大一点的错误 正在处理的时候 会不会看面子 什么就很难讲 如果这样那么做的话 这公司规则就不成贵族 这是很重要的 第二条呢就是 他未来进来以后 有一个会影响其他人积极性的问题 你比如真的留灵或儿子 或者规则进来以后 表现出怎么怎么样 那么其他人也许就会想 将来这个是不是有别的意思 或者怎么怎么着 这个呢 如果我严格要求了儿子 或者很公平要求 儿子自己会觉得对他果于可可 而别的人会觉得 你其实很照顾了儿子 其实是会弄的 因为人们总是还是容易 把自己这个付出的多 却是得到的少 这是人的习惯 所以这样最好是隔开 各自干各自都挺好 这样我跟我儿子平常 还可以议论一论公司的事 就让他不要往 就是一些方法论 还可以谈谈 他在公司里边 所以下集我就不能跟他说这些事 所以这样 俩人关系都还比较好 开个玩笑啊 这些读读比较自然 您的女儿呢 也会给您提供一些公司的 这个发展啊 投资的建议吗 是啊 她既然做投资 大家在保密为基础的这个情况下 这个谈谈就是关于方法论 这个严谨投资的问题 怎么去看企业 这个接近的出书 2005年5月 联想正式宣布完成收购 IBM全球PC业务 收购的代价包括6.5亿美元的现金 6亿美元联想集团股票 以及要承担IBM PC的5亿美元债务 共计17.5亿美元 联想收购IBM在外界看来 是一个蛇吞象的并购 但现在在欧美市场上 联想不但份额大幅度提升 无论在国内和国际 联想的品牌知名度 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但是我们走到了世界上 我们做了一件外国人 中国人认为不可能的事 我并购了IBM PC 今天就改预奖和取得了成功 这我想是一件很 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事 它意义在哪呢 如果我们在当时在中国 打不赢外国人的话 中国的这个信息化会被脱后 因为在当时非常明显 就是当这个发达国家 卖四八六机器的时候 中国用的是三八六 这个为什么呢 就是你要有自己的这个企业 能够一把能够跟它竞争的时候 立刻他们就有更新的这个机器上 而我们又站到这个前面 联想的多元化投资 早在数年之前便铺展开来 目前由柳传志担任董事长的联想控股 先后打造出联想集团 神州数码 军联资本 宏毅投资和荣科智地等 在多个行业的企业 为什么呢 是因为电脑这个行业本身 它实际是一个风险非常高的 高科技行业 就是风险极高的行业 我站在股东的角度立场上 我就要让年轻同事去做 我就要开辟出新的行业出来 这样的话 这个步子才能稳 你想我并购要编PC 本身的这个 今天是并购成功了 如果要是不成功 公司就没了 但是呢 你要不并购呢 你就会是一个非常平衡的企业 今天就是 今天现在我们的这个 文响集团 就是做电脑这块 它的营业额大概是340亿美元 并购前是29亿美元 你看差多少 但是呢 你说你决定做还是不做 真是很为难 原因就是做吧 就是九死一生 或者九点九死 零点一生 应该是这么一个比 但是你如果有了另外的一块业务 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投资业务 我们的房地产业务等等 包括了还有其他的 那么这时候呢 使得主持电脑业务这块的负责人 就更敢于往前迈进 敢于去闯 因为这个股东就不会老拽他的后腿 所以我觉得多元化呢 对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是必要的 为了我们自己控股本部上市 要形成自己的这个产业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那个控股的愿景啊 就是刚才你说愿景 愿景里边有一条呢 其实是希望在多个行业里边 有领先企业 你比如现在我们在电脑行业里边 有领先企业 在投资领域里边 也算是领先企业 8期的企业 日本的 日本NEC 在日本NECPT也是很大的体量 在国的企业都成功 联想控股的成员企业 丰联集团自筹建以来 展开了一系列并购重组业务 2011年至今 通过增资和全资的形式 先后收购了四家白酒企业 另外联想控股的农业战略 也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中 我们形成了 现在有消费的 一个是白酒 我们连续买了四个白酒的企业 我们希望把它做得更好 然后我们做了农业里边 是从高端水果入手 然后在山东是我们的一个基地 四川是我们的一个基地 然后我们在直立买了五个农场 这些东西都是做的目前 因为还没做显现出效果 就是按照原定计划 一步步的 柳传志和创业者们 当年得到35%的分红权之后 他并没有分掉一分钱 只是要财务人员将这笔钱 一年一年如实登记造册 逐渐积累起一笔不小的资金 然后公司将多年积累的红利 倾难而出 既然要做多个企业 那你其实要有投入的 你不上市的话 这个资金募集 要靠这个贷款 靠这个投资回报 立刻就忘记这个金 那是不够 所以那是这个募集资金 发展业务的一个重要手段 这是一个吧 对吧 而且只有那样的话 才能给股东力更好的回报 除了这个以外 其实还有一条 就是我们最早呢 这个科学院呢 把35%的股份 卖给了联想的老创传业 那些股份全都分完了 新的这块 控股的这个最高管理层 以前是几乎没有股份 你必须得要让他们有股份 我才能安心的退休下来 对 那这股份从哪来啊 那就是我们也想办法 想办法就是 科学院作为一个大股东 他们非常 路院长非常强调社会 一个企业在科学院 你又不是专门管企业的 应该让它社会化 让别人帮你去管理 所以65%的股份 比例重了 于是呢 他们就把其中的29% 卖给了一个放海的企业 柳传志主张 公司员工可进入职工十股委员会 并且享有股票分红权 联想控股成功实施了股份制改造 使员工成为企业的主人 为公司的长远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也为中国科研院所高科技企业的 机制改革探索了一条道路 那35的股份呢 是这些卖给 不是分给老人工的吗 这些老创用这部分股份 我们定好了 是不能卖 它是将来这公司的镇山之宝 但是我分红 年龄有5% 35的分红 所以科研院创业者 生活过得非常好 就是说 你真把钱给他 他还不知道怎么办 年龄分红 所以这个日子就过得相对 比计算说 没有在联想创业的人 要好很多 但这个分红之中 我们提其中 把11%的股份 原来不是35% 规给员工搜索吗 建议 这些搜索员里边 有人不愿意出让11% 就按人家放海 买科研的价钱 买11% 这样凑起来 就有20%的股份 归到 联想现在的管理层 以及员工身上 这个公司以后 就会变成一个 有主人的公司 而且跟别的上市公司不同 就是 有一块镇山之宝 什么叫镇山之宝呢 就是 假定这些公司 越办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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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后来 科学院也卖了股份 放海也卖了股份 于是呢 这个公众股就会特别的多 就像那个HP一样 公众股特别多以后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就没有谁是真的大股东 很容易漂 业务就很容易漂 漂的意思就是 大家并 比如 都是小股民 就会短期看的 就会多 那谁在真的替公司负责任呢 就是这些个 比如管理层的人 他们自己愿意当主人 但是股份比例很少 有一个百分之二十几的股份 是永远不卖的 这些人都是 当年老创业者的后代等等 说好了有规矩定的 但年年分红 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一个镇山之宝 就是说 有了这个股份比例在这 就可以镇得住 说我们应该往那方面发展 就是大家 真是再说话 股东开会的时候 就是百分之二十五 就是这个镇山之宝 1416年我们实现了这样的 一个阶段性目标 将会有多少的百万富翁 千万富翁 涌现会吗 那当然 那肯定 在这次联想的股权分配的时候 都还是注意到了 一个让空气湿润 另外一个呢 让其主要作用的人 能够相对比较高的比例 但谁都不会到 这个一共就是这么多人 对吧 所以没有谁会成为一个说 大得不得了的富翁 家里有什么大得豪然 然后又股东搜藏了 这个大概都办不到 但是呢 都会相当体面 这个 其实主要作用的人 一定是 他的贡献 和他的所得 是挂钩担造的 按这个逻辑的话 您的贡献最大 所以您俩应该最多 是 我们多和少 也就是 23%之间吧 大概也就是这样 现在每个人的心中 都会有一个中国梦 那习总书记呢 也提倡我们 要实践中国梦 您心中的中国梦 是什么 刚刚大的讲 对我们来说 我们就是希望 像联想这儿的企业 在这个世界上 有国际影响 这个让有一个 说得出来 想当当的中国企业 这个 这个 创新 诚信 这个为 不仅为中国 为 这个 整个世界人类 也做的贡献 那 那我觉得 我 我们联想的 就很难 我们也特别盼望着 您规划的公司 那个愿景 能够早日实现 是 但是这个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2013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指出 改革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 享受改革的成果 企业都有着尽社会责任的意识 政府和这些愿意尽社会责任的企业 可以共同帮助困难的人 帮助更多的人 让他们有基本的生活保障 让他们能够不断提高生活品质 您在国际上 跟其他的这个 国家的企业家的交流的时候 可能也会被问到一些尖锐的问题 针对于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一些 可能令人忧虑的 中国企业不诚信 对 那些诚信啊 不诚信啊 包括食品安全啊 空气等等等等 然后我就当时您有一句话 特别的提振人心 您就说 我就不信还好不了了 我坚信一定会好的 那您觉得一个有责任心的这个企业家 他应该对这个社会怎样的一种回馈 或者是一种带动 我总体觉得作为在中国 既然你选了企业家这个行业啊 选了这个行业就是 那就是一身作则 从自己做起 用行动去影响更多的人 影响整个社会 而不是更多的去发表理论 去说去喊 因为 因为你要真的去说去喊 那个是学者呀 是这个 包括你媒体的这个责任 为什么呢 你们要研究这个 你们要站的角度不同 我站的角度就是站在 这个我自己企业的角度 然后我自己把自己的事做好 企业本身呢 尽量本身做好去影响别人 影响敦为小 在中国比起来呢 国家又大 起不了那么大作用 但是反正 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另外一个 我相信这个 我有很多企业家的朋友 也有一些社团 有一些团体 大家都是希望成型经商 希望中国的商业社会 能够更加规范 能够在社会中 在世界中的地位 还有很多的企业家 有这样的追求和愿望 绝大多数的企业家 还都是希望社会稳定 经济发展 我想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但是呢 对于业家本身来说 大概我觉得 不是去呼喊 去发表更深刻的文章 评论什么 当然有人有业余暗号 那另外一回事 更多的实际上 就是把自己的事做好 善待自己的员工等等 我觉得更多的是这个 新近中国首富大连万达集团 董事长王健林近日表示 政府和企业应该是合作的关系 但又有分别 多位业内人士也表示 准确定位政府 企业和市场的关系 至关重要 我们企业家 并不是生活在一个真空的环境 它是活在一个社会环境里 这个社会环境当中 有各种各样的游戏规则 有一些可能是在企业家 看来是公正的 也有些是不公正的 甚至有一些是前规则 对 可是还是那样的 您不是在真空环境当中 总要跟这些人打交道 您总要妥协 所以那您怎么评价说 那企业家和这个社会环境 它之间的一个反馈的关系 互动的关系 应该讲呢 这个企业家 用马云讲话就是商人 在中国呢 应该是有重要地位 因为在改革开放的30年之中呢 这个 企业家或者说商人呢 确实起到了三个代表 中第一个代表 代表生产力发生 被代表的作用 他们 共产党代表了我们 我们确实也做到了这个 应该是这个社会地位 但是呢 在这个社会地位呢 之中呢 就是怎么讲呢 有的时候 让我们深感荣耀 有的时候呢 也觉得好像 到底是不是这个地位 也有点有这个怀疑 因此呢 这个企业家呢 首先一个呢 它还是很希望 就是得到这个社会的 特别是政府 党和政府的承认 是用法律形式来保证 来来来来来来 来承认 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呢 因为整个社会里边呢 还有很多复杂的现象 这复杂现象的产生呢 比如这个当年八十年代的时候 大家都穷 所以呢 都希望一起发生 有人先富 富得起来 希望你带动后富的人 政府也希望 把国家这个办得更富 那三年下来以后呢 情况逐渐的 这个人们就分化了 这个有人先富了 也有人呢 根本就没富起来 或者受到了更不公平 相对更不公平的待遇 这个社会空气呢 相对呢 就会干燥 对于这个机构呢 也是比较庞大 所以呢 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的工资呢 也相对也比较低 这庞大和低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 因为你庞大 你要把这个政府工作人员工资 都增加了的话 那老百姓也觉得不敢 但是呢 你要不增加这个真正负责任 正在做设施企业官员的话 实际上责的权力是完全不相似的 一个部级干部的工资 就跟一个月嫂其实是差不多 但是他这个责任实际是打得不得了 因此就是这么一种 一种就是规则本身也不是说特别的明确 而且深度还是做不通 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我们做企业家作为一个老百姓 我们对有些看法有些意见 我觉得是可以提 但是如果真的改动不了 那我也直奔 就是奔我的目的地 改变整个社会 我没这能力 也不是我的目标和追求 或者是责任 我的责任就是把我自个儿 一亩三分之一种好 我按张交税 增加就业机会 善待我的员工 诚信经商等等 这是我能做的事 我能做的事 1984年 40岁的柳传志 带领10名中国计算机科技人员 缓揣着20万元的启动资金 以及将研发成果 转化为成功产品的坚定决心 在北京一处租来的传达市中 开始创业 然而 创业教父柳传志 30年的创业历程 并非一帆风顺 也有着鲜为人知的苦楚经历 刘总 在您的这个这么长的工作 职业生涯当中 您自己有没有过委屈啊 委屈 受过委屈的时候 因为这个 这活是我自个儿愿意干的 对吧 你本来在科学院 你做科技人员 当时的政治待遇率有很大提高 生活待遇率有所改善 你自个儿愿意干这个 那后边别人跟着你 你跟谁是伪议 真伪议什么呀 对吧 你自个儿选着干这路 那就没什么伪议 所以这个不舒服的时候有过什么的啊 自己觉得说委屈都不得了 这也其实真的没有什么 你比如说到些不公正待遇啊 或者遇到某些难题 或者甚至别人破点脏水实际情况 不是那样等等 那就会自己心里比如恼火 恼火完了以后研究这事儿到底跟他干 还是不跟他干 咱们是妥协还是进攻 这都跟谈不上回去 比如在我早年办公司的时候 我记得有这么件事儿 就是当时我们卖的做的联想汉卡 那时候物价局啊 那时候挺土的 他就把那个原料成本 然后加以百分之二十的价 就定价为这东西的加强 他把这个人工啊 这个研发这东西 他全部在其中考虑 这个也非要罚我们一百万 定的还是非发不可 他认为你超过了物价标准 当时那就是一个计划经济的年代 对吧 他认为就是你买原基建的价格 他知道 然后呢他给你加价百分之二十 他认为那就是要立月了 他不知道 其实这是人要设计 这是人要有智慧 等等 就是把人工 你的工资什么全算完 然后多少人做 他就这么来算这个价格 所以当那个价格超出这范围以后呢 他就这个 愣要罚一百万 那时候呢 我们就研究 到处去托博人啊 去找求情啊 后来最终判了还是要罚我们四十万 我们一年的这个利润呢 大家极辛苦做一年 也才七十万块钱 后来他们就是说 要不咱们就应该举行记者朝代会 那时候已经 八八年啊 已经有这种 利用新闻媒体 八八年的时候 这个所谓这个民运啊 什么就是 那时候已经挺热闹的 这些新来的年轻人都懂 后来我想了半天跟他们说 咱们就是坚持还要把公司办下去 还是为了 就是把这事再说清楚 就出这口气 那所有人都不愿意了 那当然呢 还是接着办公司 那你瞎闹什么呀 那咱认罚了 那咱认罚了 认罚了完了 四十万块钱是交了 认罚了 刘总 刚刚您谈到了妥协这个词 我不知道说 在您的这个 这么长的这个创业的生涯当中 这种妥协的经历多吗 多 妥协经历是 像刚才举的那个例子 也是妥协嘛 对吧 因为 在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这个国家整个的这个 法律法规 还是一套计划经济的东西 当时呢 就是说摸着石头走 摸着石头过河 实际上呢 要走的路 实际上目标 是往一个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路走 你在这里边 这样的矛盾就太多了 所以在这种矛盾 这个往往发生的时候 你就要权衡 到底是 是退还是进 退了 往前进有多大的危险 往后退一步会怎么样 这段故事就多了 反正妥协的事非常多 已经较少露面的联想控股 董事长柳传志 接受了人民网专访 为创业者传道解惑 就是现在的年轻的创业者说 到底现在创业难 还是你们那时候创业难 什么感觉 我觉得今天的年轻人创业中 遇到很多的困难 有很多觉得不在一条起跑线上 不公平的感觉 有 但是我们那个年代前三十人 根本就不让你动 你这一辈子给你摁死了 所以你这个感觉哪个好 那当然还是 现在的比那时候的情况要好些 那如果说请您以长辈的身份 一个更加有阅历的企业家的身份 对于年轻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们 说一点话 鼓励他们的话的话 你觉得应该怎样鼓励他们呢 要讲创业 那别的东西呢 不确定性的因素很大 唯一确定就是创业 这是一条非常简单的道 非常简单 所以呢 你要真的要创业之前 你要好好想清楚 要要要要要要 要进得起帅 这个不说别的吧 就是你的这个 创业来的这个资本金 家庭是父母的养老金 等等来的很不容易 我可以明确的表明 你头一次创业很难马上成 家庭你条件好一些 这个比如你以前做过别的工作 今天丰富一点 也计算了一点钱 这时候呢 你摔大了以后 然后又回去工作 或者又是给人打工等等 然后再就是再来 对你 并不影响你这个家庭 整个的这个生活 影响你的父母 那你不要做 但是做以前 这个就是要认定的目标 就是要坚定不一了 就刚才讲 少来委屈这些话 是跟人说 我怎么怎么怎么难 那这些话都别说 自个儿就是觉得我就是愿意的 人家说 什么大雕 没人家往肚里 眼泪往肚里 我根本就没有什么眼泪往肚里 眼泪一说 你就是自个儿你愿意的 对吧 你就要本这个心态 你就会一直坚定 你就会 很自觉的 就会 往肚里掉下 于是 总结一下 那个大雕 对从业来的道路 肯定是很简单 你真要想到 你想起来 然后 你就要坚定不一 坚定不一也卑鄙 但是 中间有肯定